他說顏寬恆跟爸爸顏清彪妹妹顏立民 聯手搶下了台中港BOT的煤炭倉儲案 這個煤倉是大量利潤的來源 還說中火如果一旦停止燃煤的話 他要問問顏家 顏家的昆宏投資公司 剛到手的這個煤炭倉儲的金基姆 要怎麼樣賺大量的鈔票 所以質疑怪不得顏寬恆要同意停辦 這個觀塘算 就是反三接 因為沒有了天然氣發電 台中中火就得繼續燒煤 顏家的金庫就可以一直可以繼續賺錢嗎 好另外一個資深媒體人溫朗東 則是也在媒體上質疑 說顏家的利潤業是不是也涉及中火呢 他的說法是說顏家在砂石利潤業的得標 跟決標價格竟然一模一樣 以法判案為例 誰敢買顏家的服務呢 相對的誰敢競標他們家的標案呢 再加上砂石混凝土的案子 大多是政府的案子 這就是為什麼顏寬恆現在要去選明代的原因嗎 而且底下還提到顏親標呢 不但擁有天馬利青公司 中火燃煤發電產出的底渣煤灰 又可以作為利青混凝土的原料 所以這個溫朗東質疑 顏家有沒有透過環保公司用低價的方式去收購這些底渣煤灰呢 而且這邊還提到南灌的顏家希望多燒煤炭 燒越多原料就越多 顏家捍衛中火是不是為了原料呢 所以還要請顏家出來解釋 說你們家的天馬利青公司使用的原料有沒有涉及到中火啊 所以從這邊呢是不是可以稍微虧見顏家一同流賺錢數 如果這些指控是真的的話 那就表示說呢 現在這個綠營質疑說 如果早就要公投過關的話 那台中火力發電廠繼續南電北送啊 那顏家又是做煤炭倉儲的 所以呢中火發電燒煤的話 顏家又可以低價收購中火煤灰抵渣 來做這樣的一個生意 但是我還是要問一下這個冠婷啦 你怎麼看呢 現在這個關於顏家可能一條龍賺錢數 這樣的一個爭議 而且剛剛前面其實敏寬有特別提到 這個事情也扯到了這個盧秀燕喔 那盧秀燕你們反三接 那現在這個對網路上是有些聲音啦 在質疑這個盧秀燕 難道說你是在幫顏家賺錢嗎 當然兩者不一定有關聯啦 可對盧秀燕來講 他現在確實有點起虎難下 他已經站在顏寬恆旁邊 就要幫他喊動算啦 其實我現在講一下 陳世凱議員的這個質疑跟脈絡 我再來講到這個案子的細節 台中人在過去幾年來 非常百思不得其解的 就是顏寬恆跟盧秀燕有一個政策方向 跟一般市民的想法差非常遠 我們過去知道 台中市在黃仲生國民黨執政時期 建立的全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長年以來台中的空氣不好 那過去的幾年 在林佳龍當市長的時間 我們大砍的中火五十五百萬公噸的煤 然後希望說可以讓空氣污染 可以做一點嚇阻 讓他可以不要這麼嚴重的狀態 但是其實當時我們就在訴求 希望說我們能夠把台中的火力發電廠 由燃煤改成燃氣 那這個政策在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 也獲得了歷屆的行政院長的支持 終於真的要開始去興建施工 我們本來這是認為大家認為好事一件 因為燃氣發電 污染當然比燃煤發電來的少嘛 可是我們擺事不得其解是 顏寬恆在當立委時期 盧秀燕在當市長時期 一直想說不給中火改成燃氣發電 那他們的論述是這樣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想法是 兩個機組兩個燃氣發電的機組 可以把台中火力發電廠 一號到十號機組的 其中比較古老的一號到四號機組 污染比較大的一號到四號機組 把它汰換掉 然後變成是兩個燃氣機組 取代四個燃煤機組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發電量一樣嘛 所以就可以讓整個中部火力發電廠 剩下五號到十號的燃煤機組 加上兩個燃氣機組 可是盧秀燕跟顏寬呢 他們講了一句 讓他百思不得其解話 他說你要給我先拆後見 請問什麼叫先拆後見 先拆後見就是 你的燃煤發電一號到四號機組 你直接把它拆掉 你才讓我建燃氣機組 可是全台灣先面臨到是什麼 是缺電的問題 所以後來整個政府也非常 有誠意的講述 那我們把燃氣發電 兩個建好之後 我們讓四個機組 永久封存 那這個永久封存 它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有一天 台灣國泰民安都沒事 我們就永遠不用它 可是你把它當成是緊急備用的嘛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幸 台灣發生地震 不幸台灣發生戰爭 我們不能讓台灣人民沒有電啊 到時候才把它啟動 再來使用 可是他們因為這個理由 堅持 嚴寬恆 帶頭 盧秀燕 帶頭 講說不讓燃氣發電 去興建 所以四開議員這個邏輯是這樣 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不是喊說市長換人空氣換新 所以你把林家榮換掉嗎 怎麼現在我們要根本的去解決 台中火力發電廠問題的時候 你反而帶頭阻擋 所以他們有了這個質疑 那嚴寬恆他們今天的陣營 他們的發言人 今天發出這個聲明 我簡單歸納幾點 第一點 他講說這是公開評選 不是BOT案 好啦 你要去糾正這個措置 或是評選方式 這我尊重 這個法院見嘛 就認為這個有沒有因此損害你的名譽 我覺得後面再說 第二點他強調 這個得標的廠商 不是昆宏叫陳峰 可是大家知道嗎 昆宏是陳峰的股東啊 陳峰這間公司的主持有很多股東 昆宏是陳峰的股東啦 所以好啦 你說志凱假設真的口誤講錯 但他也是你的其中公司 你的重要的一個股東 我覺得唯一現在接下來就有釐清 是這件事啦 台電這個倉儲 台電有沒有用他的煤 那我講一下最新的進展 在顏寬人總部剛剛發出聲明講說 我們這一個 我們這一個整個倉儲 並沒有供應活力發電廠 剛剛陳世凱議員接受訪問 已經明確的指出 他的掌握資訊是有 那我覺得很簡單 這個我們立委發個文 或台電直接出來公開聲明有沒有嘛 我覺得這個真相是很好去理解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先講一下他們的戰略 他們的戰略其實很清楚 現在就是你看喔 是公開評選不是BOT 這種老實講很無聊的事情 你也可以說把它當成是提告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訴求 現在顏寬恆的陣營就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講任何事情 有一點點不精準 他就要提告 而且提告的人 說明的人都不是顏寬恆本身 都是由他的發言人出來面對 這幾天在台中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選一個立委的人 你是候選人的人 正常來講 像我現在自己在新北市選議員 我們最希望的事情是 你的組織行程跟你的公開行程可以結合 我今天早上去送遊覽車 我今天下午去參加公開活動 我今天去宮廟拜拜 我只怕媒體不來報導我 媒體願意來跟我的行程 我是要感謝讓我有機會闡述我的理念 看我跟鄉親互動 結果你們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嗎 顏寬恆跟林靜宜出席同一場活動 林靜宜有發採訪通知 顏寬恆他們跟媒體講我沒有公開行程 結果台中的記者到了現場發現 顏委員你怎麼在這邊 然後媒體賣台賭上去賭他 就是大家覺得你在躲什麼 結果明明他就跟林靜宜是同一場活動出現 我這也是真的要呼籲啊 就是說其實爭議 你現在就是把爭議 如果說有一些污蔑你 你告訴你的權利 可是我覺得你好好把事情講清楚 我覺得大家就是社會在這個整個 攻防的過程當中 讓大家好好來評斷 那我要提一下就是台中紅黑派 世凱議員他這個背後脈絡 他提到是紅黑派長久掌握 整個中台灣的一些資源 或者中台灣一些政商關係 我們看到今天他的回應稿 是資質沒有回應這個部分 那我們不是在台中工作過 像我在台灣工作我才理解那個狀態 在台中基本上是先有派系才有黨 我們印象我印象我個人印象很深 分享一個小故事 他們是多團結 有一次啊 因為有些政策上 我在一個LINE群組裡 跟一些議員有一點針鋒相對 那對方是個國民黨的紅派議員 一個長輩七十幾歲 那我們就在上面有一些政策的辯對 但後來講的不是很開心 那那天很冷 冬天我記得就是外面天色就是很冷啊 然後我就最後就是要結束那個對話了 我就傳訊息到群組說 某某某今天就先這樣子 那天氣冷要請你注意保暖晚安 結果可能是對方年紀比較大 看錯了看成我叫他保重啊 然後就抓公了生氣了 結果後來喔紅派一堆議員 然後後來我去找議長啦 就是就是就是那個前議長 就是清唐議長 後來是清兆副議長 就是跟他們就是有跟他們說明啊 那大概沒有怎樣 後來說明就沒事了 可是我意思是說紅派黑派他們的關係 其實他們是自己的團結 跟互動是超過政黨 所以來找我算帳的不是黨團總召啊 來找我算帳不是蘇記長啊 是派系的大佬 然後中央婷你幹嘛亂罵議員 我跟他說明沒有啦 議長你看一下那個 我的內容是保暖啊 不是保兆怎麼沒禮貌 所以我從這故事上分享就是說 台中確實長久以來 紅派跟黑派他們之間凝聚力很強 那這幾年來當紅派跟黑派 有共同敵人的時候 他們會合作 但是當他們自己回歸到自己本身 在爭議長副議長的時候 大家又回歸到自己的利益 那這個可能是我們在外縣市 我們大家認為說政黨就政黨啊 可是這個我覺得是台中的特別地方 不可能是隱藏的